郭兆傑,也是工黨成員,在英國神社門前做了抗議行動 就著南京大屠殺前夕,向日本作出 就著日本在二次大戰的罪行的道歉和反省不足,作出一個抗議 也是對於日本政界不斷參拜格級戰犯的行為表示不滿 郭兆傑已經被捕 昨天早上他的家人向我和一些民主派同事求助過 我們昨天聯絡過幾個相關政府部門,包括保安局 包括鄭牧師司長辦公室,二致入境處 昨天鄭牧師司長出來講了相關的情況 已經派了人去接觸他 我最新收到消息就是 第一,當地的翻譯人員以及兩位義務律師 經已聯絡了郭兆傑和另一位被捕人士,就是嚴敏華 晚上八點鐘的時候 中國駐日領事館的人員也都在警署見了郭兆傑 這是昨天的情況 但是我剛剛收到另一個訊息 就是指出日本警方 似乎極有可能會對他們 扣留和施以檢控的 這個訊息是中午前的訊息 我覺得事態開始越來越嚴重 目前政府的回應速度和態度很明顯是太慢 以致中國政府 以致外交部的回應也是太慢太軟弱 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落差 就是孟晚舟 因為經濟是罪案 而被拘捕 我們看到全國 包括我們建制派的同事 每個人都湧出來 為他申冤 我們中國的外交部部長王毅 但是呢 也都 講了句話 豪言壯語 就是任何中國公民在香港出事 他們都會盡全力去營救的 我看到現在這個情況 我是很著急 我覺得郭兆傑極有機會 在現在這種處理方法的力度之下 極有機會被日本當局 是會拘禁和檢控的 我希望呢 無論香港政府 昨天張建宗出來講了 我們都希望他發揮 CES的角色 作為政務司司長 可以盡快 向到外交部方面聯絡 並且要求 向郭兆傑和嚴敏華 提供所有必須的 並且強而有力的協助 而令他們可以盡快 安全返港 而不好呢 有一種雙重的標準 對著 孟晚舟事件 當然他去營救他 我沒有什麼意見 如果他是沒有 是合理的權益 我覺得絕對是需要保護 但是郭兆傑 在日本所謂所犯的罪行 其實呢 是牽涉國體問題 他在說的是 一個 我們自己政府 或者中國政府 都不敢大聲疾呼的 民族尊嚴的問題 我看不到 為什麼 那個 對待的落差 是這麼大 我希望 他聽到我這個呼籲 我剛才也都已經聯絡了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我希望得到他盡快回覆 到底他們現在做了什麼功夫 外交部的人員 在日本也都會有什麼方法去協助 或者營救 暫時我知道律師都不是外交部提供的 都是 郭兆傑他們 透過當地的一些 翻譯 去幫他們找到兩位義務的日本律師 去協助他們辯護而已 那麼這裡的力度 是不是需要加大呢 是不是要透過外交渠道 向日本政府表達一些意見 甚至施壓 希望盡快釋放他們兩位回來呢 尤其是他在說的是 譴責日本政府在二次大戰的罪行 和沒有深切反省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 不違反中國自己的立場態度 但是如果現在這個力度去營救 我很擔心 過多一兩天 隨時郭兆傑是會面對正式的檢控的 OK 謝謝